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看到一种观赏鱼特别喜欢 但是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这里是一二水族 我被红衣梦幻扯其鱼 迷惑了很久啊 之前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不查不知道 一起查下一条 一下子查出来好几个品种 跟它长得很像的灯瓷鱼啊 当时我就直接梦圈了 不知道哪个是真货了 我目前辨别红衣梦幻扯其鱼 还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只能靠它背部的鱼鳍来区分 它的鱼鳍呢就是比较高 然后顶端没有那个白点 通体红色 身体两侧是带这个黑点的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了 只能说这么多 我已经词穷了啊 看了这么久 相信不用我再说 为什么喜欢这种鱼了吧 相信你看了以后也会喜欢的 悄悄地告诉你一句啊 这种鱼很便宜 不像咱们昨天推荐的那种 火焰铅笔鱼那么贵 对了 还有一句重要提醒 我这里不卖热带鱼 如果你喜欢的是蓝寿或者泰湿 这两种金鱼 我还能帮你弄几条好鱼 咱们言归正中啊 红衣梦幻扯其鱼 这么漂亮 它就是寿命不长 能活三年就算是高寿了 也幸亏它不贵 如果说像那种 三百多一条的登科鱼 养个三年就玩完 是不是有点奢侈了 今天就会变得到